魏英不需要喝这个,我已经给她熬了鸡汤,将姑娘拿回去吧。 蓝湛说,说完,放下帐子走进营帐。 蓝小宝走过去,撞了江燕丽一下,莲藕排骨汤撒了一地,所谓莲藕排骨汤,也就两块骨头在里面罢了。 哎呦,江婶婶抱歉啊,我不是故意的。 说完,摇着扇子走开了,只剩下江燕丽一脸委屈的样子,无人理会。 蓝允看着庄,可怜的江燕丽一阵厌恶,和蓝小宝又回到自己营帐。 江燕丽不会还想用这招留住爹爹为他卖命吧? 大哥,上战场时我们盯好他,绝不能让他破坏摄日之争。 蓝小宝说,无妨,若是他破坏了,定会让他追悔莫及。 蓝一烦透了江燕丽做做的样子,总会有机会报复回去的,他们的父亲爹爹,谁也不能伤害。 嗯,别多想了,好好歇息,明日好灭温。 蓝允说,令两人点点头,躺下,没一会儿便睡着了。 卫英,这是我刚才抓的野鸡熬的汤,你吃一些补补身子。 蓝湛拿出一个小钟,打开,便香气肆意。 卫英笑眯眯的,蓝湛你对我这么好,是不是喜欢我啊? 蓝湛点点头,嗯了一声,卫英,我心愿你,等摄日之争结束后,便结到吧,以后,你不再是一个人面对。 三个小崽子一直告诉他,若是心里有话不说,迟早会后悔,现在说了,无论结果如何,至少不会有遗憾。 卫英听到这话,顿了顿,有些震惊,却没有反感,他回忆着听学时种种,也许第一眼,他就对蓝湛有好感吧,否则为何只要看见他,就忍不住逗他,对其他人,却没这个心思。 卫英想起蓝允说的一句话,爹爹,若将来有一日,父亲娶了别人,你还能笑着祝福他吗? 卫英觉得,他做不到,别说祝福,他可能都笑不出来吧,蓝湛,蓝湛是他的,只能在他身边。 在蓝湛以为自己等不到卫英的回应而失望转身时,只听卫英道,蓝湛,你也是我心悦之人,从听学时的第一眼开始,所以,韩光君,我想做你的道理。 说完,卫英从蓝湛身后轻轻搂住蓝湛的腰,蓝湛转身,抱住卫英,稳了上去。 第二日夜,大战接近尾声,江燕黎却冲进战场,嘴里喊着阿线,阿线。 卫英正是需要集中精神对敌时,蓝湛皱眉,把卫英交给三个小崽子护卫。 他冲到江燕黎身边,卫英几人亲眼看着江燕黎看到对面刺来的一剑,下意识把蓝湛推了过去。 卫英吹响陈晴,直接杀死温若涵,银铁被合体七三个小崽子用灵力震碎。 蓝一拿着银铁碎墨悄悄洒进不夜天大殿,温氏走失发狂,咬死了薛阳和温潮。 蓝一解决完温潮后,回到不夜天城,就看见睁大眼没了呼吸的江燕黎, 和把父亲搂在怀里,伤心的爹爹。 蓝湛你别吓我,我们,我们去找蓝氏一休,你不能离开我。 卫英第一次哭了,她的光,要消失了吗? 爹爹别哭,别哭啊,把父亲带回营帐,我们有办法救她。 蓝云想到了一种灵草,明曰回魂,当初她出去玩的时候, 遇到一个老头,叫刘千水,她说只有三颗,必要时候可保命。 如今,果然用上了。 卫英赶紧把人带到营帐里,蓝西辰也担心地跟着, 和聂明爵在营帐外等候消息。 蓝宇拿出一棵灵草,直接喂给蓝湛, 灵草变化在蓝湛口中,过了一刻钟,蓝湛慢慢醒来。 卫英,鱼儿,叶儿,小宝。 蓝湛你终于醒了,我以为你出事了。 卫英抱着蓝湛,脸上泪痕未干。 父亲你受了重伤,幸好我有灵草,可以救你。 姜姑娘对父亲恩将仇报,爹爹这次做得没错, 不要内疚,你已经不欠他们什么了。 蓝允对卫英说。 卫英点点头,自从看见师姐把蓝湛推到温氏弟子的剑下, 她心中那些虚假的温暖,仿佛烟花一般, 碰得一声消散无影,她只看见蓝湛胸口涌出的鲜血, 让她心慌,让她愤怒。 所以,直接掐死了姜燕里,她的眼里翻涌着恨意, 直到蓝允的一声跌跌,她才清醒。 如今,人已死,她的心里,只有蓝湛。 云儿,我明白,只要你们没事,其他的,我不会关心了。 卫英点点头,他的家人,不是莲花雾僵士,而是蓝湛和这三个小崽子。 卫英,我们三日后截到吧。 蓝湛开口,他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,这话,也憋了好几天。 好,卫英点头。 此时,三个小崽子借着叶烈的名头,打听了金家情况, 金子轩已另娶他人,至于金光善,被小崽子气得一命归息, 如今,金氏只剩金子轩一人之称,不足为惧。 倒是金子轩带着三岁金灵出来游玩,踩了陷阱,他和金灵葬身蛇腹。 挺好的,省得我们动手了,还有三日,阵法会重新启动,到时,我们就要回去了。 蓝允说,是啊,不过还来得及看父亲和爹爹地接到大典,大典结束,我们便回去。 蓝小宝点点头道,虽有些不舍,但,那边的父亲爹爹怕是要担心他们了。 蓝一说,我们会很快跟父亲爹爹再见的。 说完,三人罔顾苏蓝氏而去。 蓝氏已经着手准备布置喜堂,蓝启仁又亲自给蓝湛和卫英合集,广发拜帖,即便是散修, 只要手持拜帖,皆可参加自己侄子的节道大典。 父亲爹爹,我们过些日子就要走了,以后,我们会以另一种方式再见。 外祖母一族体质特殊,百年内皆有一人可孕育子女,爹爹正好就是那一个, 所以,你们很快就会见到我们。 蓝允说,这些事得提前告知爹爹,否则,以后怕是会吓到父亲爹爹。 我幼时听娘亲提过,如今看到你们,我便信了,谢谢你们,我的小崽子。 卫英笑着搂住三个小崽子。 三日后,望线节到大典开始,二人一身红色喜福来到喜堂, 跪拜蓝启仁和蓝西辰,还有,蓝湛为他亲手课的卫氏夫妇的牌位。 蓝湛,谢谢你。 卫英笑着牵住蓝湛的手。 无妨,以后,这里也是你的家,阿爹阿娘自是要在的。 蓝湛说,嗯。 卫英点头。 节到大典之日,也是蓝湛胜任先都之时,到此,蓝允他们也就能安心离开。 十三年之后,三子已有十二岁,对之前的事,也有模糊记忆。 而金氏早已消失于四大世家之中,如今的四大世家,蓝、聂、杨、沈。 姑苏蓝氏,也成为四大世家之首,而蓝氏的三位小公子,更是修真戒除望线外的第一名,也是世家小姐心中的如意郎君。 这几个小崽子,这么多姑娘喜欢,也不见他们有重义的。 卫英说,不过想到自己,她又觉得没什么意外的,毕竟,自己的眼光也高。 于而他们自有主张,不必担心。 蓝湛搂着卫英的腰说,大哥,今天去醉仙楼? 蓝小宝问,也许是有卫英这个跌跌的原因,他们三个人的酒量都不错。 嗯,听说山下那家最鲜楼的桃花醉最是好喝,而且,我前几日可是在酒楼里,看见两个大美人,小宝,义儿,要不要一起去? 蓝允说,其中一个,一身跪起,估摸着是皇室中人,他倒想认识认识。 好,反正也要下山叶列,便一起去。 蓝义和蓝小宝点头,美人,大哥能看上的,他们自是要去瞧瞧。 三人下了山,往醉仙楼而去,要了两坛桃花醉,几个小菜,就坐了下来,一边说书先生便开始讲起蓝湛和卫英的故事。 角落的两个青年喝了口茶,说道,修宪。 这不是画本里才有的故事吗? 义兄觉得,可是如此。 也许,并非胡说八道,墨蓝衣衫的俊美男子看了看不远处那三个衣着不凡的少年,微勾嘴角,只是我们未曾得见。 大哥果然没说错,还真是两个美人。 蓝小宝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单纯地扎着丸子头的小可爱,咦,又来一个大美人,不过太清冷了,不适合我。 一身白衣,角如明月,这才是我喜欢的人。 蓝衣看着一身白衣的石影说。 三人想,近日鬼魅出没,彩衣镇并不安全,出门后,悄悄护着他们线。 三个小崽子的故事还在继续,而望线会一直幸福下去。